剩下十分,水上项目成为人们消水纳凉的首选活动 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了漂流 刺激性很强的漂流有哪些潜在的危险不为人们所知 验证者切身体验漂流中遇到的危险 真是面对危险应该如何应对 原来如此正在播出 漂流活动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水上娱乐项目 每当夏日来临 各地风景区多数都有开放漂流体验的项目 一般情况下 漂流的河段或为天然形成 或为人工开凿形成的各种急流显摊 人们可以在急流中体验灼浪漏潮的刺激 还能在漂流的同时欣赏两岸的美景 纵向山水之间的乐趣 然而 很多人却忽视了漂流可能存在的危险性 翻船 潜溏 潜水 潜水 潜溯 各险之音速都会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2013年6月11日 重庆市凤杰县九盘河景区 两名负责游客安全的救生员 在清理河道时 深陷漩涡无法脱身 2013年7月14日 27名南昌游客 在江西省宜村市明月山景区 乘向皮艇漂流 当人们即将到达下游中点时 突降大雨 导致河水爆炸 峡谷水位瞬间淹没漂流的终点台阶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 很多游客被迫弃船逃生 导致一人遇难 一名参与救援的救援人员失踪 而在同一天 广西中良乡天堂谷突发暴雨 由于在漂流时 景区没有安排安保人员 及时进行提醒和保护 导致19名游客乘船漂流时 发生翻船 造成了9人受伤 8人遇难的惨事 为什么漂流会出现如此多的意外状况 甚至危及生命 那么怎样漂流才安全呢 为了体验漂流遇到危险 应该怎么处理应对 验证者郑文奎和王静几经选择 最后来到了重庆巴南区 如来谷漂流景区 根据网上资料显示 这里的水域特点 包含了漩涡 急流 礁石 落差 具有代表性 适合进行验证探究 由于我们的验证者 王静和小葵 都没有专业漂流的经验 节目组请来了重庆当地 漂流经验丰富的徐浩 协助指导 我们如来谷漂流 一共全程是三公里 然后有各种的礁石 险滩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咱们有一个 18米落差的 叫一线天的位置 咱们在漂流过程中 要具安全 一线天 听众上去很酷的 小葵 你有没有漂流过 之前是漂流过 但是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吧 我可是 我是一次都没有漂流过的 一次都没有 这不用担心 到时候我会全体陪伴大家 保护大家的安全 会给大家做一些 基础的一个指导 一定要好好教教我 还有各种注意的事项 看你身边我放心 快走 好的 这边请 而他们选择的如来谷漂流 全长于三公里 除了尾端为净水区域以外 上游及中游 遍布着漩涡 急流 礁石等水流情况 其中 人工开凿出 一个18米落差的 一线天漂流瀑布 因为落差大 水流流速极 是这里漂流的 最大的特点 漂流工具 通常分为很多种类 而在我国南方地区 竹筏常被用来 做简易交通工具 各个景区 也很常见竹筏 漂流项目 因为如来谷漂流景区 有大片的竹林 验证者想就地取材 利用当地的竹子 做一个竹筏 想用竹筏进行漂流 小回 我知道这个漂流 可以用很多的工具 其中有一种 可以用竹筏漂流 你看 咱这儿就有现成的竹子 对 能不能这个 动手做一个竹筏 咱们自己 做一个倒是 然后漂流 咱们先去找找工具 回头我再看看这个水 看看水量怎么样 选选竹子 有所有场面 好 走 王静找来了 制作竹筏的工具材料 在征求竹林主人同意后 他们决定 在竹林中 选中几根竹子 开始制作竹筏 再往后 再往后 我觉得南方真好 有这么多材料 可以随便的 就能找到好多 在咱们北方 就没这些东西 想好咱们要做的 筏子的长度和宽度 我觉得差不多 两米多的 那个筏子的长短 应该可以了 所以就以这个为准备 这是筏子 把这个一分为二 来 这些够了吧 咱们可以先拿铁丝固定一下 一会咱们给它做个加板 这也得捆接着了 嗯 这一会咱俩用的东西 不过还好 我们用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你在那河里 泡泡泡散一下了 再来点竹子吧 好 咱们搬到锅下 好 咱们搬到锅下 拿大点 那个别这么干的 你把腿拉开 你前一后 准备了啊 用力 小心啊 那边下巴滑 好的 你脚下 坎竹子不能像坎树一样 它得断着坎 得把它抽出来 得往右边走 慢点慢点 不用不用 咱们差不多从它断开就行了 我来我来 那个 够长 断开就是了 这个位置 差不多 不是你把刀握紧了 再给转一下 不用转 你抬着点了 由于验证者缺乏制作竹筏的经验 他们在砍竹子的时候出现了很多裂痕 有裂痕的竹子浮力就会大减 显然是不能用于漂流的 所以验证者从当地老乡那里借来了一只竹筏 这只竹筏能否承载两人安全地完成漂流吗 借来竹筏后 小葵设想先在一段水流相对平缓的区域进行漂流实验 看看这个小小的竹筏能否承受起两个人的重量 咱们是要从这儿下水吗 我看了一下就这边上的这个水的流速 先放一下 先放一下 还好一点 没有那么快 你看那边浪多大 我觉得但是这个水深我可没有把握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的防护措施咱们还得做 对我刚才问了一下那个工作人员 那个就是这个盒的中心的位置 差不多到胸口左右 那还是得穿上衣服 穿上救生衣 然后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我们点 对对对 看护一下 我突然觉得咱们选的这个竹筏的个数有点少 那得下去看看 我们先尝试一下 这个数量我觉得够我一个人的 我觉得你这个重量上来有点悬 好 准备完毕 开始下水 在几名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小回和王静将逐阀抬到选好的河段 下水后 工作人员会对验证者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如果验证者不慎落水 他们将及时营救 因为在天空烤很Press Angst拐蜘的ận变 若干只 imagina 有点冲 太冲 我身好凌乱 初心 谁快到 Shout out 水好凉 我怎么可能回头 坐下 你坐着 再坐吧 骑着 不行我沉了是吧 不行不行 这个为什么要叫沉啊 我觉得 你的重量你的重量上来了吗 太重了 咱往下去一下 你转过去就好了 来你们两位往往那边去点 我把他摔下去 咱们先在那个流速缓一点的 这个岸边这儿 先尝试一下好吧 我先尝试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你现在脚 你脚还挨着地的吗 不挨地了 不挨地了是吧 能不能撑住我们两个人的重量 好吧 你们松手 不行不行 沉下去了 沉下去了 不行 沉下去了 等一下啊 你坐上来 你坐上来 咱们三二一松手 咱们三二一松手 两位已经松手了 松手了 你上吧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觉得是这儿的流速 可能太慢了 而且并非说是下游 水流速也很滑 不够我们两个人的体购 所以你看你一个人站在上面 他就还能飘着 福利不够是吧 对 现在你架在上面的时候 他已经吃水 吃到这个船上面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去做橡皮拔子吧 橡皮拔子 对 走吧 走吧 走 王静站在竹筏的中间 使竹筏受力均匀 但由于竹筏太窄 只有七根竹子 只能勉强承受王静的重量 再加上八十多千克的小魁 竹筏完全承受不了验证者的重量 没在水中 而此时 想要重新对竹筏进行加工 致足以承受两个人的重量 再次进行漂流 无疑是一件艰巨的工程 难以完成 看来用竹筏进行漂流 是不能实现了 萧奎认为 既然要验证漂流的危险状况 那么改用福利更大 更容易操作的橡皮艇会更好 所以验证者决定 去河道上游的起漂点 换成橡皮艇 继续进行漂流 研究者来到了 位于漂流河道上游的起漂点 漂流景区 根据地势 在这里建造了一个 大的人工蓄水池 水流的出口处 被加工成 仅能容纳一只橡皮艇通过的水道 因为河道变窄和落差的关系 水在这里形成急流 验证者决定 先测量急流处水的深度 这就是起漂点吗 走三屁那边看的 这就是起漂点吗 走三屁那边看的 下面的水位 还有这水素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特别想测试一下这边的水位 有多深啊 咱们看看呗 看看 拿这竹竿是吗 探一探竿 来 这上面的这个出击力特别大 是吗 对 那我这手 我现在是如果不用力的话 这个现在我差不多在这里 用力才能坏得住 这个竿有多深 我看一下啊 哇 这个边上一块大石头 我一直在溅水花 你看我放在下面的时候 那个溅起来的水花 溅起来很高 然后我要是不用力的话 但感觉这个水也不是很深啊 它是因为这里边都 固满了这种石头 它底下可能不是平的 就在这个岸边上 然后这个地方 就站在一个石头的位置 我能弄下去试试啊 你看这个地方就略深一点 大概到这儿 半米 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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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有一米 差不多三斤一米吧 量一下看看 九十 九十一米 那也不是很深吧 那我能弄下去试试啊 对 你看就是上面只有 只有这么长 也就是四十公分左右的时候 那个就已经很难站住了 你的体力肯定不行 虽然水深只有九十厘米左右 但小鬼将手放在水中 就能明显感觉到水流的力量 如果人站在这么湍急的水流中 难免会被水浪冲倒 加上天然河道两边布满礁石 水底也会因为不平产生各种漩涡 一旦人在这样的水中被冲走 不但会因为溺水发生危险 而且还会受到礁石冲击带来的伤害 这个时候 徐浩匆匆匆匆匆匆 audazzi 队止了验证者 就看看水位啊 那也不行 现在很危险的 ural rapp вари żate 因为验证者着急观看水流,并没有来得及穿上受生衣。 对这种危险的行为,徐浩给出了警告。 因为竹筏也是常见的漂流工具之一,所以验证者想先用竹筏进行漂流。 但对没有任何制作竹筏经验的小葵和王靖来说,用手扎竹筏不太现实。 虽然借来了竹筏,但并不能承受两名验证者自身的重量。 验证者来到了水流湍积的起漂点,虽然最深处的水位只有90厘米左右,但是面对遍布在水底的礁石,力量庞大的水流冲击力,验证者接下来会遇到哪些情况呢? 因为在景区进行漂流时,每隔一小段距离就会有一两名负责保障游客安全的互漂人员。 所以,在此次漂流之前,徐浩协同负责安全的互漂工作人员跟验证者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讲解了一下漂流前应该准备好哪些注意事项。 在橡皮艇上,第一个,千万不要站立起来。 那你要重心压抵。 对,咱们要把重心压抵。 然后两人一组的话,要保持整个橡皮艇的一个平衡。 这个我知道是万一给我落水的话,可以救命呢。 这个帽子是不是戴着它干嘛呢? 帽子的话,那么硬肯定是保护咱们的头子。 因为漂流的时候,船容易撞上岩壁嘛,怕你的头撞到什么样子。 对,因为咱们的整个河谷的话,整个河床的话会比较窄一些。 哦,这边还窄一些? 对,要窄一些。 那流速起不是会更快? 对,因为特别是这两天咱们一天下了雨,然后整个的流量会更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水平要大,而且咱们的河床本来就窄的情况下的话,咱们一定要戴上这个头裤,这个头盔,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头部,以免在漂流的过程中啊,咱们本来是一个运动和享受的一个项目,但千万别受伤。 我还发现一点,今天跟我们配备了特别多的那个工作人员。 对啊,因为要保障咱们所有的旅客的一个安全,所以说我们在每一次的漂流过程中都会有非常完善的一个保障。 在上游、中游、下游全部都是人有安全。 都会有,都会有。 咱们的工程员到纸巾的位置就位,咱们的漂流就准备开始,好吗? 好,好,好。 一切准备就绪,验证者想从起漂点进行漂流。 由于第一次来到如来谷景区,验证者对水域不太了解,想先用假人来测试一下,如果不慎落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由于真人实验过于危险 于是验证者决定 将一个穿好救生衣的假人 从起飘点扔进河里 看看假人在河道里 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就从容易翻船的位置 把它放下去 低一点 它那个你看见了吗 它那个小浪的地方 小浪的地方就容易有 那个小泉窝把它吸住了 假人被吞起的河水瞬间卷走 虽然塑料材质的假人重量很轻 本来就可以浮在水面上 而且还穿上了救生衣 但是即便如此 还是在湍起的河水中上下沉浮 水流卷起的水花多次拍打到假人的脸上 如果是真人的话 那么这时候很可能已经枪水了 经过几次沉浮 假人最终停在了两个大礁石之间 这里水流很急 但却没有将假人冲走 分析状况可以判断此处 应该是一处悬涡 回看发生在重庆市凤杰县 九盘河景区 漂流人员被困在悬涡中的新闻事件 一旦橡皮艇被困在悬涡中 人员往往进退两难 如果河道较宽 救援难度会更大 如果救援不及时 急躁的人有可能弃船跳水逃生 但往往这才是造成悲剧发生的原因 但仅仅是这一小段河道的假人尝试 并不能说明橡皮艇也会被吸入其中 所以王景和小规决定再尝试一次 这一次他们选择在起飘点上游的地方 将假人抛出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平滑的地方冲下去趟 很慢吗这边 这肯定是很慢啊 但是下去 这一次假人并没有被漩涡踢住 而是直接被冲走 刚才我们在那边很上游的地方把假人抛出去的 我刚刚看那边上面下坡的那地方水很慢 它流速非常的慢 是不是 到这个地方我感觉才开始加快的 这地方河道比较窄 所以它在流动的时候 那个水就冲击力就被压强了 然后但是你看到它在这儿 在那个礁石的边上的时候 它那个水瓜在那儿形成那个旋转的地方 它会被吸住 你看吧 漩涡 对 小漩涡 我觉得如果说漩涡不是很大的话 真人在那个地方可能是个机会 因为你被停留在那个位置上 你可能会抓住石头然后爬到岸上 对吧 但是如果要是大的漩涡 很有可能会被吸得向下 但是在这个位置 这正好它是有一个起一个停滞的作用 如果是大的漩涡的话就会造成危险 对 因为它是向下沿断的 吸下去了 对 验证者决定尝试一下亲自乘坐橡皮艇进行漂流 但由于王静初次漂流 起飘点处活度较大 验证者决定绕过起飘点最陡处从中段下水 同时 验证者前后各有工作人员乘坐橡皮艇进行保护 第一次漂流就此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软件 转发 橡皮艇进行保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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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掌握了基本的划船技巧 到达位于上游的石桥位置之后 在顺流而下进行漂流 小葵 我看这照比之前 这水流更急了 对 所以工作人员帮我们选了一个流速比较慢 就是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 然后我们从那边漂过来 从这上面往下漂这个过程中测试一下 然后一会儿这边不是比较平缓吧 那这样我们一会儿从这儿先做一下这个划船的练习 划船的训练 对 练习和训练 然后这样划到起点的时候 我们再漂下来还能再继续练习一下 一会儿在这个比较湍急一点的地儿 练习就是测试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会不会产生撞击啊 或者有行窝的那种效果 好 我们试一下划船 好 先到那边去划船 一会儿你配合我啊 好 然而刚刚下水 脾气很好的小葵却开始对王静大吼 这是为什么呢 坐下边 原来王静没有完全坐在船内 而是坐在船员上 小葵着急他的人身安全 我刚才跟你说了 听我的 听我的 快点滑吧 哪有时间解释 通常在漂流的时候 要尽量放低姿态 坐在橡皮艇中 而王静则盲目地坐在了橡皮艇的岩上 此时小葵已经开始划船 如果一旦船有颜簸 很有可能就会落水 等王静坐好之后 两人才开始练习划船 前后的船上都有工作人员保护 如果发生任何意外 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去下水研究 你看你在后边你滑 你滑的时候 他就往 你滑左边 他就往右走 然后我滑右边 他往左走 咱俩一起滑的时候 他就保持直线 练习一段时间后 在接近石桥位置时 水流速度变化 此时 验证者的船只 因逆流而无法前进 也无法上岸 工作人员下水去营救 此时 小龟也跳下水 去协同工作人员 一起拉船 他们贴着岸边行走 一前一后地推拉 小龟也跳下水 小龟 我觉得滑船 尤其在溺水当中 溺水行风不进 河飞 太累了 没错 没错 而且这个团队推广很重要 前后的滑奖的速度 一定要一样 刚才你在那边 就是拉船 拉我上岸的时候 什么感受 水流速度变化 看上去水面很平 但是你一旦下水的时候 发现底下的流速特别快 就是那种冲击力 我差点没站住 所以我有点后悔 跳一团了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 咱们这个飘工告诉我说 让我沿着水线 然后一直拉着那个东西 我才能勉强的非常远行 那咱们是打算以转为起飘点 然后我们去飘下去 没错 你看上面那河道更窄 那水流特别宽急 然后下面这边相对平缓一点 我们在这儿再做一个适用性的 就是像下游飘的那样 然后有 对 对 咱们来之前的那个终点的位置 差不多就有一点急流的位置 我们在那儿再去看一下我们的现象 行 那咱们放下去吧 看看会有什么情况吧 好嘞好嘞 咱们去 验证者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保护下 继续划着船前往下一处水域 在这里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把身体放平放低 爹 你不要 好 now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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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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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